继蔡徐坤和C女士事件后 坤坤基本属于退隐娱乐圈的状态 虽然有粉丝仍然在支持 但是内宇肯定是不能容忍这样的5.1人的 今天要说的不是蔡徐坤 而是蔡徐坤所在的9%男团 团队中又有成员被爆出和前女友有个孩子 先给大家盘一下9%的成员都有谁 蔡徐坤、陈立农、范诚诚、黄明浩、林彦俊、朱正廷、王子义、小鬼、尤长静 9%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是一个回忆的代表啊 当年偶像练习生这档选秀横空出世 作为第一档网播成团选秀吸引了很多观众 并且节目里的选手也都靠自己的努力收获了粉丝们的喜欢 最后排名前9位的男孩成团9%也是9%男团 不过现在组合已经彻底解散了 成员们的发展之路也截然不同 那现在就来看看吧 蔡徐坤 蔡徐坤作为组合中人气最高的C位 可能收获了很多死忠粉啊 在节目结束后他就超高的流量迅速成为了顶流的一员 虽然后来也引来了一波全网黑 但成功挺过那段时间的蔡徐坤现在越来越优秀了 不仅发行的单曲火遍全网 还参加了很多综艺 甚至成为了选秀导师 可以说他真的靠实力完成了逆袭 现在爆红成顶流了呀 几周前 一则涉及他的绯闻消息传遍网络 据称 蔡徐坤被曝光与一位女性之间的纠葛 甚至还牵扯到了一夜情以及怀孕拿胎的争议 这一消息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粉丝们也陷入了不安之中 然而 这场风波的戏剧性并未结束 知名于继董瓜瓜在粉丝的呼声下 再次透露了一些消息 原来 这一切竟然是蔡徐坤方面设下的局 他伙同支持者向董瓜瓜提供了虚假资讯 然后由蔡徐坤本人出面辟谣 以此间接化解了之前的未成年事件 然而 这一计划最终被揭穿 蔡徐坤再次陷入了沉默 这场风波对蔡徐坤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他曾经参与的节目不得不剪辑和延后播出 节目组和品牌方纷纷索赔 导致他遭受了巨额损失 一时间 他的事业陷入了停滞 甚至有退出娱乐圈的传闻 虽然他的粉丝们依然坚定地支持着他 但是在娱乐圈内外 他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陈立农 正逢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不少明星艺人也纷纷发文表达庆祝 尤其是那些身份较为特殊的港台明星 有没有发文表态 则更未受到网友的关注 凭借偶像练习生出道 而在内地人气旺盛的弯弯顶流 爱斗陈立农 也即使在微博发表了对HK回归的庆祝 光从这篇动态看起来 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不过很快就有网友发现 陈立农的这份祝福只在微博发布 并没有在ins同步 当然 如果只是这一次的话 还可以解释为陈立农的意识疏忽 但事情不简单的是 有一直关注陈立农的饭圈粉丝八处 这显然不是一时疏忽 所能解释的通的 为此 许多网友也开始对陈立农展开质疑 希望他能快点出来发生表态 证明自己不是双面人 如果真的问心无愧 发表个声明明确态度 又有什么好顾忌的 或许也正是迫于舆论压力 事件上了热搜之后 陈立农团队立马注销了ins FB等外网平台 声称是做一些技术性调整 随后 工作室发表声明 为陈立农态度证明 陈立农本人也在外网 补发了一条动态 显得求生欲十分旺盛 范诚诚 范诚诚在出道之后的发展 也很不错 她不仅主演了自己的 第一部大男主电视剧 还通过综艺节目 提高了知名度 并且现在范诚诚 绝对主攻综艺了 同一时间的她 一连参加了很多节目 就像前段时间 青春环游记二刚刚结束 她就又官宣了 做家务的男人 但幸好她颜值高 也放得开 综艺感很降 所以即使参加了 这模综艺 也很讨人喜欢 黄明浩 但要说最让人意外的一位 就是黄明浩了 她是9%男团中的盲内 年龄非常小 所以性格也很活泼外向 于是在出道之后 黄明浩也主要在 综艺方面发展 有很多知名的常驻节目 而现在的她 更是厉害了 因为前段时间 黄明浩参加了 快本的新人企划 并且成功脱颖而出 成为了快乐大本营的 小主持人 从爱豆晋升为主持人 黄明浩的前途 果然不可限量啊 林彦俊 9月4日晚 林彦俊前女友 千伯二子连发两条微博 怒吹林彦俊 先是表示 两人已经分手 之后怒斥林彦俊 私底下玩得开 又嫖娼 质问其粉丝这样的人 真的值得你们喜欢吗 言语兼满是对林彦俊的怨气 大有不将她逐出娱乐圈 不甘休的态度 千伯二子之所以真大的怨气 她在评论区也娓娓道来 千伯二子表示 和林彦俊在一起时 对方疯狂找女的玩 而且玩得很开 但自己被扒出来 被网爆时 却一句话不说 之后 林彦俊对女方冷暴力 还让自己粉丝觉得 是女方在陷害她 让女方被网爆 当网友问及 千伯二子对林彦俊的控诉 是否有实锤时 对方也斩钉截铁地表示 有 在千伯二子晒出的照片中 下面的缩略图中 确实有不少林彦俊的照片 这些照片 并不是林彦俊本人 在社交账号上发的 很显然是林彦俊本人的撕照 这点足以证明两人的关系 不止如此 林彦俊一些更为大胆的照片 也被爆出 譬如这张亲吻女子大腿的照片 虽然没有露出正面 但这熟悉的侧面 让粉丝一眼就认出 粉丝表示 无论嫖娼真假 真没想到能看到 她这样的照片 华成辉都能一眼认出来 女子晒出的照片中 有很多林彦俊的撕照 虽然模糊 但一眼就能认出是她 对于千不二子的发声 很多人喊话她赶紧放出实锤 但也有人表示 林彦俊早救她过一次 也无所谓再爆料了 的确 2022年9月6日 林彦俊被爆 带着女朋友去打德州 还输了不少钱 照片中 林彦俊身边露出一位女子的手臂 女子手臂上的红唇格外显眼 这位正是林彦俊的女朋友 爆料者称林彦俊和女友的排击很差 一晚上可以输20万上下 普通人半年的工资 粉丝辛辛苦苦地赚的钱 就这样被她挥霍一空 从爆出的照片来看 林彦俊也不是第一次玩德州了 在不同的场景 穿不同的衣服的林彦俊都在玩德州 可见她确实很喜欢 被爆赌博又有女朋友 林彦俊一度面临着她房的危险 但她很快给出回应 称自己已经处理好个人关系 目前是单身 没想到时隔整整一年 林彦俊在被爆大瓜 但这一次显然不同 毕竟被爆嫖娼涉嫌违法 若情况属实 林彦俊将要面临刑拘 这一点娱乐圈此前便有先例 朱正廷 男生就应该有男生的样子 现在很多的男生都化妆 本身就长得很清秀 这样一化妆就更加的清秀了 这也就导致一些人分不清楚 他们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朱正廷很喜欢化妆 所以她就成了大家首先炮轰的物件 由于当时的争议非常的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太多的人嫌弃娘 朱正廷在节目中 就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的 就是将自己比较长的头发给剪短 当时的短发造型还是很帅气的 不过后来她的头发又长了 网友之所以攻击朱正廷比较娘 不单单是因为她的长相 还因为她有些行为也是非常娘的 在少年可欺乐华妻子的团宗中 朱正廷就被蔡国清吐槽 捂着嘴巴笑显得有点娘 男生不用捂着嘴巴笑 朱正廷化浓妆被劈太娘 但是近照素颜现身 依旧很好看 她本身的唇色就非常的好看 尽管卫尸粉袋依旧美成人间仙子 朱正廷之前就有一个的称号 就是人间仙子朱正廷 看到她的素颜照 这个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 王子义 3月8日 狗仔超能摄影 杨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王子义是整容了吗 脸和以前不一样 网友都知道整容了 只是粉丝不敢承认罢了 看着狗仔爆料的模棱两可的资讯 咋感觉她是未聊3月9日 王子义和毛小彤 张力 李泽峰主演的新剧 心想是成欲热流量的呢 王子义之前演的 怪你过分美丽的时候 感觉很帅 莫想到现在脸部 看着肿起来了 不知道是减肥厚瘦的脸变形 还是整容留下的后遗症 有网友说像吴某凡和王大陆 这怎么可能呢 天差地别 吴亦凡那样的人 只适合吃大碗宽面 这辈子估计没法复出了 王大陆脸看起来怪怪的 没有王子义好看 小鬼王林凯 小鬼是组合中的rap担当 并且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男孩 唱歌也很好听 所以在解散后 小鬼便专心于自己的音乐 创作出了很多热门的歌曲 其中一些歌也火爆全网 让听到的人都觉得很上头 实力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认可 不过在创作之余 小鬼也会去参加一些综艺 整体发展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尤长静 尤长静在出道的九人男团里 是不太一样的存在 第一次在节目中出现 只有主导音乐的李荣浩 认为他唱歌特别 最终评级势必 到第二次唱主题曲 小鬼已经在采访时说 尤长静的表现让他很惊讶 他们平时看到的尤长静不太爱说话 默默无闻的 但是这次唱高音的样子挺帅的 这次结束后 尤长静升到了A班 出道三个月后 九人团体还未推出单曲 尤长静被董东东 陈希夫妇选中 推出电视剧扶摇的人物主题曲 奥红尘 歌曲时间不长 歌词以鼓风为主 年言婉转 尤长静怕自己唱不好鼓风 录制前找到陈希 处女做的对着歌词本问 大概是配什么样的剧情 必须要有画面感 董东东起初担心 尤长静不理解歌里的爱情 录完后 陈希觉得歌莫问题 她认为尤长静有超出年纪的 对情感的把控 不过 最近尤长静事业发展频频 也没识磨话题度了 总之 这个团是很多粉丝都追过的 唯一一个选秀团 期待每位成员更好的发展